好的 来看一下对手是谁 血嘴 炼金 哎呦喂 哎呦有霸体 好 有点卡 额颗风雨下来差不多浮空 一击浮空 开始爆发 好 又可以连了 又打造 神技 浮空了 哎呦 注意岩浆波流 好 先刷buff 还是学着 最近还是那个炼金 哎 霸体 哎就知道你要波流 这里要注意他的被动 够断 好 地零 攻五 一二三 又击 哎 我翻滚了 但是没有躲掉 这个情况 真的有点纠结 抓 你谁硬 哎呦哎呦 哎呦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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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呦 反正一个东西卡掉了 结果导致后面什么东西都卡了 还中了个波流 OK 好 这只 不好意思啊 还是那个炼金 苦了这位 小学者啦 哎呦 又是这个 哎 这个倒地的时候是 啊这是最早 有点抓不到的感觉嘛 哦 哎 漂亮 哎呦 哎 开场刚刚又卡了一个什么东西 算了 这些小问题我们也不去深究了 好 还是风行 那么我就是再来算一下 他的CD 迎击 然后还有一个进鱼 哎呦 好 剑鱼也没了 坐 大概这个又好了 没事 这些让他开 哎 好 我开了 哎 鹰姬 中 飓风我还骗个强散直接丢螺旋回 哎呦呦呦 这人品有点杂 我 我人品也不错啊 诶 诶 哎呦 完大啦 这位小友还有蓝啊 啊 难道是法力套 要是法力套就烦啦 啊 终于 知道shouting了一下吧 好 小朋友你终于没来啦 屌丝逆袭 啊 屌丝的逆袭啊 朋友穿法力套跟我斗 你斗点什么东西 我从不畏惧法力套 这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要躲这个阴机帮这个剑狱啊 一定要算好 好吧 好 看看 你看这一次应该是学者 上来就把我打的减速啦 那你就没用啦 就怕你打到一半我减速 诶 诶 就知道你 岩浆波流 被动 好 哦 哦 无耻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意志啊 意志 耶 哎 哎呦这个手 看个爆发 哼哼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游侠晃这个大招 好 等一等再说 呀 哎 神奪 他怎么 这么直白的放这么傻的劲呢 哦 痛痛痛痛痛痛痛 哎 这个手还挡视角 这里讲一下就是游侠放这个迷幻行星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 就是等他 站桩的时候再用 不过这个时候你反应一定要快 一看到他要放站桩技能啦 你就直接点 还有一种就是你故意靠近他 靠近他对吧 然后骗他的闪现 但是这里就是还要注意一点 如果你近身骗闪现的话 很容易被学者直接 他接他空放那个叫什么 就是鼠标右键 闪现鼠标右键 就是把你卷上去的 那个速度很快的 所以说你要看到他闪现立马接上这个迷幻行星 这样的话你迷幻行星把踢多高 对吧 可以扛下来 然后还可以直接把他踢到浮空 因为他闪现没了呀 好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